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回来了 你以为会有惊喜吗 并没 想看到你女神的身影吗 没门 太晚了 下次请赶早 行了 回卧室洗洗睡吧 我玩不下去了 骗你的 你好 先别睡 回头看衣柜 这件事我计划了一阵子 本想当做情人节的礼物 待会儿都不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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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风挺大的 你们出门注意安全 我一会儿就到公司 好 拜拜 干吗呢 帅吗 帅 你喜不喜欢 喜欢 穿上心爱的人 送我的衣服去上班 心情都不一样 那就一起去上班班 走吧 一起走吧 走吧 十顺呢 吃饭了吗 送送送送送送我们去那边来吧 好 苏总 到这个时候了 还有个心情过来打球啊 你这身临危不乱啊 大将风发 你这别笑话我 公司这段时间 发生很多事情很乱 我不自己早点乐趣 这日子怎么过呀 你说对吧 苏总 也是 遭现的事太多了 我听说 你楼盘那边出问题了 贷款下不来 消息真快啊 消息真快啊 没错 数据太多呗 这种时候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泄露客户隐私的根源找不到 失去信任度 意料追踪 算我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我们公司线研发的这个软件呢 最近呢是频频受到黑壳攻击 你干的吧 在这种时候 出于防御性 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至于伤害到谁 我会管不了 对不住啊 理解 还好 还好我们的防火墙 抵御住了这次黑壳攻击 盛总 你今天来 不会是看我笑话来的吧 我们公司的这个防火墙啊 现在已经申请了专利 卖给你吧 你的意思 你要帮我 会是吗 也不算是帮你吧 但周放还在你们公司呢 你们公司要是倒了 那别耽误他的前途吧 还有就是 万峰啊 创编网 那都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 我也舍不得看他们倒了 我有个想法啊 如果我们两个一起把在线 十一这个业务 做大 做强 那真是一件好事啊 那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好事啊 不然 我 你这就发达了吗 我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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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我执念太重 没想到最后 帮我的还是你 其实我身边朋友挺多的 但没想到我一出事 你哥哥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这还没倒呢 谢谢你 请别谢我了 现在这个世界只要你做事 那就一定有竞争对手 就一定有敌人 今天就算没有你 那还会有其他人 一样 没有我 你也会有别的敌人 反倒 我得谢谢你啊 这么多年了 你对我也算是不离不弃了吧 给了我很多压力 但是同时也给了我很多动力 我们两个这层关系怎么说呢 与其说他是敌人 不如说是非常珍贵的对手 谢谢啊 这我干不了啊 来 宋总 我觉得这个专利我们不能买 现在就是靠着别人没有的安全系统做支撑 我们才能利于不败之地 我们应该趁着竞争对手升级的空挡 坐稳了在线定制的地位 如果这个时候把专利卖给了苏宇山的话 不就相当于给自己穿小鞋吗 是啊 宋总 您这是怎么了 咱们这专利真的不能卖 就指着这个呢 不是 我觉得 肯定宋总有自己的考虑吧 宋总 你要相信我们 真的不用认输我们能顶得住他们的攻击 是啊 这事我已经决定好了 大家做好准备 明天我就签合约了 去吧 其实我一早就猜到了 所有人都不会同意我签这个合约 但是我没想到第一个答应的是你啊 苏宇山给的这个价格很高 而且我们又不吃亏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我这个股东可是赚饭了 你能同意 主要是因为万丰吧 当初我的老东家说过万丰 是我一手促成的 而且进我手的生意就没有失败过 你能这么大气地做出决定 我当然举双手赞成了 宋敏 我觉得我是时候要退出公司经营了 累了 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毕竟也有五年到六年没给自己翻过架 趁这放假期间呢 我要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好好的规划 那我祝你能有一个开心的假期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啊 我得谢谢你这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我可是赚了钱的 这离我做富婆的目标又进了一步呢 富婆啊 负责 咱们 ξ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刚刚我送灵已经顺利地跟万丰签约了 我听说你从中 可帮了不少忙啊 这次签约啊 让万峰又成功地 渡过了一个难关 其实当初我离开公司的时候 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向你们证明 我的判断才是正确的 你的判断的确从未失手过 我记得 你就是在这间卖工室里辞职的 现在 我还是想在这间卖工室里 再把你邀请回来 感谢领导的认可 听您这么说 我真的是挺荣幸的 但是与离开时相比 我现在的身家可是涨了不少 欢迎回家 照发啊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當然知道了 我是你女朋友嘛 那麼了解我 對啊 你每次一旦做成什麼大事 你就會躲到這裡來 為什麼要把這兒 列賣給蘇一山啊 你之前不是問過我 為什麼不能跟蘇一山 有一個雙贏的局面嗎 也算提醒我了 所以是因為我 也是為了你 也是為了萬豐 也是為了我們的行業能更好吧 萬豐我一手做下來的公司 我也捨不得看它垮掉 而且你在蘇一山那邊工作 它垮了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聯手之後啊 能帶給這個行業的東西更多 宋玲啊 你累不累啊 你覺得現在算是 雙贏的局面嗎 算啊 那我不累 看見你我就不累 竹芳 現在跟我在一起 還會有不安全的感覺嗎 不會啊 我一直都很有安全感 那就好 你也知道我最喜歡你的一點是什麼嗎 喜歡我帥嗎 帥是一點 還有另外一點 有的事情你要麼不承諾 要麼承諾你就一定會把它做好 我記得你跟我說 讓我保護好我的夢想 你來保護我 從聽到這句話開始 直到現在 我都感覺自己 像是有了黃金聖意的 生鬥式心事一樣 我只顧著 自己一股男往前衝 安心地往前跑 什麼都不會怕 哪有那麼誇張 有那麼誇張啊 真的 那是因為你自己夠優秀 你成長得也很快 把一切做得都很好 有時候我在想 我好像 也沒什麼能給你的了 而且我現在其實也面臨很多問題 我就好像站在一個 十字路口 未來可能會更好 但是也可能一敗塗地 我什麼都不知道 有時候 我都不知道我能保護你多久 你為什麼總想著要給我什麼呀 你給我的已經很多了 而且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為了讓你保護我 幫助我 其實說實話這兩天 我也想了很多 我們拋開社會地位 家庭身份 我們這個人本身 到底有什麼值得被別人愛的 想腦袋能想那麼多呢 那想出什麼結論了 我想出的結論就是 拋開所有的一切 我覺得你很可愛 所以我可能是愛你的 可能 你呢 你愛我嗎 我可能吧 什麼你再說一遍 我可能 我可能 我覺得我找到了 傳說中的靈魂伴侶 真的嗎 真的那你還不跟我求婚 你不怕跑了 我不怕你吧 我相信你 你別太相信我 行你不求婚那我求婚 來 站直 送禮 娶我吧 幹嗎 回答我 這不是你應該做的事 這是我的台詞 你把話說回去好嗎 沒勁兒 廚芳 廚芳 我以前一直覺得自己挺背的 父母走得也早 留下一個妹妹 每天闖禍 每天惹事 沒什麼自己的生活 但工作的還是比較順利的 但是我好像一個機器 每天就在忙工作 完全沒有人情味 但後來碰到你了 愛上你了 我覺得 生活變得有意義了 我覺得認識你 跟你在一起 可能是我做的 最正確的選擇 也是我做的最幸福的事 以後路還很長 我也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 但是有一點我一直很確定 未來的路上我希望 你能一直陪在我身邊 你能一直陪在我身邊 這個戒指我戴在山上很久了 一直想找個借口給你戴上 但是一直也沒想好怎麼說 是什麼讓我們若情若略 周峰 糾纏交匯 口是心扉 像一場溫柔的誤會 感情要多一回 才能風 你願意嫁給我嗎 眼淚 如果還瞭解 問你是些 不一樣的詩篇 就算心在先吹 白淚 也照樣會淪陷 把風越逃 越灰 肉脆如同 麻煩 像漂泊的孤範 你暗的鞋 又找到了好險 如果還瞭解 看你的夢 定制我的明天 幸福的柔軟 就像天生一生 不願意 無條街 再多轉眼 又在你身邊 來 多喝點湯啊 謝謝媽 媽 您非讓我回家吃飯 是有什麼事嗎 沒有啊 就是想讓你們歸來 家家餐 補補身子嘛 來來來 你多吃個腰子 吃哪補哪 晴晴 你也多吃點 有營養的東西 人家醫生都說了 你現在是下健康 謝謝田老師 快吃啊 媽 您也吃 好 我吃著呢 媽 我回公司了 要不順路帶帶您 等等 哎呀我 回什麼公司啊 媽 我現在是有自己公司的人呢 我特別的忙 你讓我回家吃飯 我也回了 我還以為有什麼要緊的事呢 當然有意 什麼要緊的事啊 什麼要緊的事啊 今天是特殊日子 這還不重要嗎 好了好了 我要稍晚了 你們早點休息啊 我們在旁邊 秦卿 我需要你 你在哪兒啊 家裡 行 我馬上到 我完了 我真的完了 這田老師這事不是都已經解決完了嗎 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跟你說 昨天晚上 逼著我跟五三通房 還說我 年紀大了 馬上就要三十歲了 再不生孩子就錯過了最佳年紀 不是 我是生孩子的機器嗎 我 為了生孩子 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可可也被關到了地下室 我的生活怎麼就變成這樣了 別氣了 五三他怎麼說 他昨天安慰了我很久 我們倆都沒怎麼睡 要不你跟五三再想想辦法 找田老師再商量商量 你覺得他像是能商量的人嗎 他那就是下命令 你說你跟五三過了那麼多坎 如果就在這事上給崩了 那實在是太可惜了 我也知道我跟五三不容易 看見五三夾在我們倆中間 我也心疼啊 但是 你沒有結婚你不知道這種感覺 真的就是 真的太難了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他要把我調教成什麼樣 他才滿意 別太別慣了 咱們大家一起再想想辦法吧 這個點兒該不會 這個點兒該不會 清清啊 清清 我真的要哭了 別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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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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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開門 我去開門別哭啊 我給你燉了墨魚牡蠣湯 人家說啊 這個備孕喝啊最好了 最有營養的 來 喝一點 田老師 我剛吃過飯了 喝不下了 怎麼能不喝呢 人家醫生不都說你了嗎 說你現在是亞健康狀態 需要補充營養 這個最有營養的 我熬了好幾個小時呢 來 快 喝一點 田老師 清清她從小就不喜歡吃牡蠣 不喜歡吃牡蠣 你是對這個過敏嗎 我不是過敏 我就是 從小就不喜歡那個味道 只要不過敏就行 這個很有營養的 你不喜歡這個味道啊 那就捏著鼻子一口氣給她喝下去 聞不到什麼味道的 田老師 我剛才給清清買過早飯了 她吃飽了應該喝不下了 你們怎麼回事啊 我這都是為你好啊 好像我害你似的 你不是答應我 要儘快要孩子嗎 田老師 如果她不想喝 咱就不逼她了啊 她如果喝 周啊 沒事 我喝 沒事吧 再多喝點兒 不是那麼難喝吧 這多好 那好了 你們聊吧 我啊一會兒啊 回去給你準備午飯去 給你送過來 好 你們聊啊 我走了啊 快 水 你 那味道好噁心啊 你要是喝不了 你幹嘛不直接拒絕湯啊 拒絕不了 我要是今天不喝這個湯 明天就會出現新的問題 她好不容易同意我跟午三 如果現在我們倆鬧翻了 那我和午三怎麼辦 這味道好噁心啊 第一次見你這麼委屈求全了 我 我以後怎麼辦啊 我來看看 我们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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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你没事吧 我是周放 今天她睡着了 放假 我妈是不是又来了 其实也没什么 你忙完了 回来好好陪陪她吧 嗯 方姐 你放心吧 我在公司 把手里的事情交接一下 请个年假陪陪她 行 辛苦了啊 五三 凌哥 凌哥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那个周放在跟我说呢 你去我没事 喂 妈 凌凌 凌凌 你说这个秦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秦清怎么了 别提了 我来给她送饭 这一转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打电话也不接 行行 我知道了 又怎么了 我妈说秦清在家待得好好的 突然就不见了 凌哥 那我 快去找吧 行 我先走了 凌哥 走 如果你想安静地待着 我就陪着你 如果你想说话 我就听着 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好了 我一定要把事情解决好 如果你不这么好就好了 亲爱的 你有难受 就哭出来 有我呢 不论你想说什么 都不要有顾虑 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是我的妻子 五三 我害怕 你害怕什么 我害怕 我害怕 我怕结婚以后 以前自幼自在的日子就没了 我怕田老师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 我怕你被夹在中间 也过得不快了 怪我 搞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都忽略了你的感受 我应该处理好这件事情 不应该让你说那么多委屈 你工作忙我真的没有怪你 我理解 真的 但是 但是吧 五三 其实 其实以前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向往 好 婚姻又琐碎 又漫长 对孩子也是 我都没有能力好好照顾自己 我又怎么可能照顾好一个孩子呢 我根本就没有做好这些准备 我想跟你结婚不是因为我想结婚 而是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如果结婚就意味着我们都不能做自己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 亲爱的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不旧的机会 无论如何 我都向你保证 不管是婚后 还是为了有了孩子 你就是你 你想去干嘛你就去干嘛 你想去旅行你就去旅行 我们的生活 怎么开心就怎么过 好吗 你觉得可能吗 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属于我们俩了 你放心 我会去跟我妈说的 你还是别去跟她说了 我不想你们俩之间有任何矛盾 毕竟她是你妈妈 我不想你为你 相信我 亲爱的 心里相信我 我承诺过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 不和我一样寂寞 有心地亲灵过 即使爱曾经将灵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灵灵 你回来了 妈 琴琴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 你累了吧 赶紧回屋休息吧 妈 您坐 妈 我想和您谈谈 谈什么呀 有些事情没得谈 妈 什么叫 有些事就没得谈了呢 这结婚 生孩子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那琴琴她是不想生 还是要怎么样啊 是我不想 她都快三十了 你现在不让她生 什么时候生啊 妈 你能不能弄清楚一点 我娶琴琴回来 不是为了让她给我生小孩 也不是为了去改变她 我就是喜欢她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她怎么开心 我们这日子怎么过的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婚姻 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空间啊 好 好 你现在长大了 翅膀硬了 我早就说了 你是被那个琴琴带坏了 你小的时候你多乖 多听话呀 现在可好 你看看你现在 一副吃里扒坏的样子 妈 这怎么能叫吃里扒坏呢 我跟她都已经结婚了 她是我的妻子 是你的儿媳妇 您能不能不要去逼她 我逼她 好 好 我到初就不应该 答应你们去领证 你们俩把我骗得团团转 你现在还有理了 妈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为什么要骗你 您怎么不从自己身上 找找原因呢 从小到大 您一直想着去控制我 其实很多事情 我都是不愿意去做的 但是我都做了 我做得漂漂亮亮的 我就是想让您自豪 让您骄傲 在您的同事面前有面子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不是一个 没有判断力的小孩 您是我妈 我尊重您 但是琴琴是我的妻子 我有责任去保护她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 插手我们的生活 好 我不插手你们的生活 我不逼你们 你走 你走 以后 你们过你们的 我过我的 咱们清水不犯河水 你走 对不起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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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回来了 还没睡呢 我一直在等你呢 怎么样 你妈怎么说 以后我们的事情 我们自己做出 真的 真的 我不用再备孕了 我们可以旅行结婚了 你喜欢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太好了 不对啊 五三 这么突然 他就同意了 他是不是生气了 他真的生气了 那 没事 你不用担心 以后啊 你就安心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怎么开心怎么来 谢谢你 谢谢你 张总早 早 谢谢你 好 走 早 走 周晃 苏总 您怎么来了 有时间吗 喝杯咖啡 当然有 来 所以说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线了 对 都是因为 你男朋友的功劳 没想到 松林挺有格局的 她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听说你入为CFDA了 挺好的 恭喜你 没想到苏总的消息这么灵通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但是 如果没有您和松林的话 我根本都吞不到现在 你千万别这么想 没有我们 还会有别人 这个时代 是青丝一定会发光的 谢谢 周晃 嗯 我有些 私人的事情想跟你说 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你说吧 我很想听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 一定要从松林手里 把四月品牌抢回来 是我 真的那么热爱这个牌子吗 还是说 还是说我对四月的执念 经济谈我太在问我 我想要去的终点 有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苏总 我和苏太太见过几次面 虽然 没有那么地了解彼此 但是我能够看得出来 她非常地爱您 她这些年 应该也一直都在等您吧 城外的风也渐渐的散落 你留下的香气不曾停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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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如果说 鲜爱的情节不说些错过 恍惚了年轻的我 我们该拥有的痴润 如果说 学会不尽 你说不懂的 如果说 还爱着 哦 爱呢 你留下 你 lie 你 may 是 啊 雨点扔开了树梢的季节 安静的更迭了冷清的街 满风的夜该何够去告别 感伤云染在心中还是不太简洁 还记得描绘的完美 有你也有我 庞废了对白承诺 出了遗憾的结果 还记得我们都像花界的光 还记得还爱穿后来呢 有多少你也还爱我 轻轻的我们的每个片刻 还比收服别人的拥有多难得 如果说你也舍过的 不用和我一样寂寞 用心的轻蔑过 记住爱曾经将领过 如果说还记得深爱过 如果说还记得深爱过 感谢您的证明